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杨凶谈留学 这期啊,想跟大家聊的是 怎么样申请剑桥还有其他的英国大学 我知道最近很多SPM的考生呢 刚刚考完成绩,耶 如果你考到好成绩呢 我恭喜你 希望你能够顺顺利利 如果你还在想着下一波去哪里读书呢 尤其是考虑英国的大学还有剑桥的话呢 这个影片就是为你而设的啦 今天杨凶呢就凭着我 过去申请英国大学的经验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样去申请英国 还包括建设的大学以内的这个程序怎么走哦 对于SPM的成绩呢 我觉得你拿了之后就应该要计划 未来要读什么科系 要怎么去achieve 你接下来要升的大学这个goal的啦 因为目前来讲 我觉得你设立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是很重要的 before你设计讲我要读A-levels 我要读STPM 我要读Metriculasi 还是讲我要读其他的Foundation Program的 因为这会影响到你申请其他大学的这个几率的 如果你是想申请建桥或者牛津大学的话 最好是说你能够报名的是A-levels啦 当然STPM也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接受 只是说如果你要申请Foundation 或者是Metriculasi 这样的话建桥可能短期内是不会接受你的 这个文凭的啦 首先当你明确知道你要读什么科之后 你选择对的这个Foundation科系之后啦 我们就要谈一下 几时入学跟几时报名建桥才是对的时机 因为目前来讲在马来西亚 普遍上的这个Pre-U的课程呢 尤其是A-levels呢 主要是集中在1月3月跟7月 1月3月跟7月 如果是你因为建桥大学的报名截止日期是蛮统一的 每一年10月的这个中期呢 也就是56号呢 都是他们的报名截止日期 而你必须在同年 就是说如果你是1月或者3月入学的同学 for你的A-levels 你可以在同年报名for你的下一年 比如你今年就是2023年嘛 你就是2023年的3月入学 然后你2023年的10月之前 你就可以submit你的application for2024年建桥大学入学了 如果你是2023年7月 读A-levels的话呢 你是for下一年2024年的10月之前 申请2025年入学的 这样说你大概明白嘛 就是不同的入学时间呢 跟快跟慢是有很大的差别 而且你的决定是蛮重要的哦 嗯 接下来我们谈一下 如果要申请建桥或者是牛津 或者是英国其他大学的话 我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申请呢 在英国都是蛮统一的 for学试课程呢 都是使用UCAS U-C-A-S 对 这是一个统一申请英国大学的一个系统 它是申请 不管是牛津建桥都应该在这个大学去申请 你可以列出五个大学的选择 英国的大学哦 当然有一个exception哦 也就是说 牛津跟建桥它是不能够一起选的 如果你选择了牛津 你不会选择建桥 如果你选择建桥 你是不能申请牛津大学的啊 申请U-C-A-S 当然最重要的是除了你要需要有的 是老师的reference letter也就是推荐信 更重要的大家 struggle最多的或许就是PS吧 Personal statement Personal statement呢 我知道目前有些 同学可是蛮struggle的 到底要怎么写好一个Personal statement的 这个可能有找一期 我可以找一些 可能我的学弟妹 大家可以分享不同人 因为有不同科系有不同的要求嘛 所以以后我可以再做分享 简单来讲 我准备一下就是 你要为什么读这一个科系 还有你有什么相关的成就或者经验 然后可以convince你的这个入选官 你这个是符合资格的 还有你的passion 你的这个志气到底有多么的大 对不对 大概简单是这样啦 以后有机会我再开一个视频 如果大家有想要的话 在下面打111 在我的comment下面打111 我就知道你想 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视频 讲解关于这个部分啦 接下来就是说你的成绩一定要达标 成绩不达标 讲实话是很难进到剑桥牛津的 毕竟在剑桥跟牛津 他们是不缺成绩好的学生啦 这是很现实的层面 因为全世界那么多人都想进那么好的学校嘛 自然而然你的成绩就必须达标 通常是AA、A star 如果是A level的话 AA、A star 或以上甚至更严格的 这个东西呢 你们要去各自的这个 科系的要求的这个页面去查看的 当然你申请剑桥大学的时候 你还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剑桥大学跟牛津是一个很 非常特别的大学 他们也叫做college system 也就是学院制度 换句话讲呢 学院是一个好像一个大群体这样 上面有个大学制定你的考试课纲 下面一个学院负责你的起居、饮食 还有你的tutor 就是说你去上完课之后回来 他们会跟你单独去指导你关于你的功课啊 还有有没有完成你的课业啊对不对 通常是一对三而已 一对三或者一对四的这个内容啦 所以如果有没有做功课 其实很难看的 因为他们知道你有没有做功课 他们会定期检查你的课业的 而且对很多学生来讲 或许这是他们压力的地方 但是这也是件小牛津的有事就是说 他能够personalize attention 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上 所以说 after你选择了你的学院 忘记讲了 选择学院呢 你要考虑的 包括你喜不喜欢那个地点 有没有 你有没有什么财政上的援助啊 比如说某个学院是提供Canbridge Trust scholarship 我知道在剑桥目前我的学弟妹 有些人是拿到一些学院的奖学金呢 所以这一点可能有机会 我也可以请他们来做一个分享一下 关于到底会不会影响到 我们决定学院的一个选择 还有就是 有些学院的环境会比较好 可能有图书馆 有些喜欢在河边的学院 因为有判定的那些船 你可以去随时享受一下 对不对 还有就是你跟Department的距离啊 跟你的学院啊 这些都是很多人都会考量的因素 到底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嗯 接下来你成交上了表格之后呢 或许你要经历的就是Admission Test 嗯 也就是入学考试 主要针对很多科目都会有的 比如 法律系 数学系 医学系 HSPS政治跟社会系 这样的科系 他们都会有这种入学考试呢 来更加多的去 决定到底这个适不适合 这个学生来加入的 当然 经过了这一系列过程之后 也就是应试啦 就是Interview 你如果被入选的话 你会参加一个Interview 他们也会看你的Interview的表现哦 嗯 所以大概流程就是这样的 我这里可以放一个表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可以截图 我们之后可以再谈 嗯 所以希望说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呢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或者问我啊 我会尽我所能去回答你们的疑问 啊 当然这 希望说能够帮到你们有一个更好的概念 说申请剑桥牛肩和英国大学 是怎么样的程序哦 当然我不要 在剑桥啦 因为我在剑桥读书嘛 哈哈哈 好啦 祝福大家能够升学顺利 都读到自己的理想科系 我期待在未来剑桥见到你们哦 OK 拜拜